讲抛锚之前呢,我们先看另外一个事儿 梅大高速公路坍塌事件的时间表 梅大高速公路是2024年5月1号凌晨2点出的事儿 5月1号啊,5月1号凌晨2点 到早上8点50分,6个小时50分钟,将近7个小时以后 中共的官方第一次发布的信息 这个事件18辆车被困 共计只有31名伤者全部解救送医 无人死亡,记住了啊 这个事情发生7个小时以后 中共官方第一次事件是18辆车被困 31名伤者全部送医,无人死亡 那到了5月1号中午11点45分 也就是刚才是7个小时 现在是事故将近10个小时 又多了3个小时之后 中共官方发布的信息为 不是这个共计啊 18辆车被困没改变啊 还是18辆车不是31个死亡 49人伤亡 其中18人死亡 30名伤者送医院全力抢救 目前均占无生命危险 30个伤者 原来31个伤者全部送医 无人死亡 现在30个伤者全部抢救 但是死了18个人 那紧接着 这个是10个小时 紧接着5月1号下午15时 发生13个小时又过了3个小时 中共官方信息又变了20辆车被困 多了两辆车 54人伤亡 其中24人死亡 30名伤者在医院救治 占无生命危险 又过了3个小时 到这个时候 梅大高速坍塌事件 死亡的人数还在30人以内 在中国还属于重大事故 管辖权属于广东省 所以这个事情出面 这个时候负责的事故领导小组 出面处理的 是广东省的省委书记 死人比较多了 但是这个省委书记没待多久 因为5月2号早晨5点30分 就是在这个事件出事一天 零三个半小时之后 官方发的信息就是 去年23辆车掉落 又多了三辆车 66人死亡 其中36人死亡 30人受伤 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好 那这个时候梅大高速塌陷事故 因为死亡的人数达到了30人以上 已经不归省委书记管了 要报到中央了 升级为特大事故 管理权交给了中央 所以5月2号中午12点18分 傻逼习近平对广东 梅州梅大高速查路段 他方这个事件灾难 做出了重要指示 内容不念了 没意义 这个傻逼也没什么新玩意儿 反正就是官话 然后呢 最终的指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成为这个事故处理的第一负责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出面了 第一负责人 到5月2号下午15时30分 看好了 这个事件发生 一小时零13个半小时 所有官方信息的截止时间 截止时间 记住了啊 一天零13个半小时 两天都没有 24小时都没有 也就是5月2号下午的15时30分 然后呢 梅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截止5月2号14时 一小时 正好5月2号14时 一天半的时间 一天半 12小时 24小时加12小时 36个小时 一天半 确认共计 23辆车建路 死亡78人 死伤78人 其中还有三个人的DNA需要进一步比对中 不包含78人里面的 另外还有三个人DNA需要进一步比对确认 那死伤者中的死伤78人 48人死亡 30人受伤 伤者均没有生命危险 到此为止了 所有关于梅大高速公路这一次特大型的事故的所有现场官方的死伤信息 没了 有人说什么车辆司机奖励 那都跟这事没关了 这个事的以后的信息就再也没有了 那为什么呢 5月3号凌晨零点 从5月2日中午12点到5月3号凌晨零点 国内所有的这是哥们跟我说的 线上跟线下的媒体官方地方一样 包括聊天软件信息平台等等 均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指示 禁止任何梅大高速事故本身有关的信息进行发布和报道 如果发现了就马上屏蔽掉 不许发了 也就是你可以讲讲这个事情周边外面的事 这个事就没了 再也不许看到了 5月3日早上5点 张国庆作为事故应急处理第一负责人 赶到了广州 梅州市指导本次事故的应急处理 然后 记住了 这个事件发生三六个小时后 听好了 直到现在 国内再也今天5月7号了 国内再也没有任何机构 任何体系发布本次事故 不管官方的私下的任何都没有 发布本次事故的最终死亡人数 还有三个DNA没确认呢 最终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被困车辆解决方案等各种信息 没有 也没有任何的媒体等等发布 再也没有了 现场的照片 现场视频 事故救助等等相关信息 全都没了 所有事故被困车辆 全部就近掩埋 所有事故涉及人员家属 官方通报 全部完成有效控制 所有事故涉及家属 在不许任何任何体系 在有关互联网线上下 发布与事故有关的任何信息 这达成了大家没有看到 任何死者的有关 任何亲戚都没有看到 然后所有全国各部门 获得的关于本次故的任何信息 均直接要上报 这个什么 这个派中央领导小组的应急处理小组 不得外泄 直到今天 这事大家明白了吗 跟以前我说的一样 5月7号到今天 就梅大高速事件 跟我以前讲的每一次事件都一样 从最开始 我们质疑在前年的时候 唐山打人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在被打的时候 穿的是个长裤 然后在医院 她急救的时候 这个长裤就变成短裤了呀 这个衣服的颜色也不对 是不是本人啊等等 一样的就变成了一个黑箱事件 除非中国共产党倒台 本次事件的真相 我们在座的各位所有相关的中国人 都不可能再知道了 听明白了吗 这是第一个跟你讲没大的事 没了 这个事没了 那另外一个事 时间表再跟大家说一下 2024年4月11号 4月11号 21岁的湖南男孩胖猫 疑似跟自己的女友谈出 在感情上出现了纠纷 自己无法想开解决 在居住地重庆的长江大墙 跳江自杀 4月13号 当地警方打捞出其遗体 宣告胖猫离世 从4月27号至4月30号 胖猫姐姐开始在网上 刊登出一些胖猫和女友的聊天记录 但这些记录在5月2号被胖猫姐姐重新全部整理后 再次刊登出来 并称要讨回一个公道 这个5月2号上午发布的信息 截止中午即得到了全国近百家 有高流量媒体号的转载 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热议 5月2号当天 胖猫的前女友谭竹回应 该事件 警方早已经介入 他出面跟他的姐姐和家人 已经在警方介入下完成了调解 然后根据他和胖猫以前的消费记录 转账记录 协商已经完成了13万6千块钱的退回工作 并且双方签订了合约书 再也不对这个事情 现上现下进行任何的纠缠 质疑为何胖猫姐姐又开始去讨论这个事 是否有炒作之前 但是谭竹这个回应 很快就被网友所有的骂声掩盖掉 其实到这儿你们应该想想 时间啊 这都是公开信息啊 我跟你们说的全查得到啊 我说胖猫死的捞出来 他姐姐发布信息开始到谭竹回应 你们全能查得到 全能查得到 5月3号胖猫的姐姐继续发布了胖猫的火化证明 证实胖猫本人已经被火化 同日5月2号开始这个事炒作全 同日在大量人员 没有任何网络组织和看到的情况下 自发在胖猫自杀情况下 为其点外卖鲜花进行祭奠 数量达到几百 也就是这个胖猫一出事 2号姐姐一说 就开始有人批量化的去祭奠了 听明白了啊 网上去查 这都有时间表的啊 百度百科什么的 随后网友在现场直播 发现大量外卖出现空包饮料中 放的不是饮料 是白水 随即查百道 华莱士冰雪密城 什么蜜糖冰城 纽约宝等 各著名品牌 纷纷因涉事发表致歉声明 查百道决定以胖猫之名 像四川省清朝基金会 什么捐赠一百万等等 一堆 这个事就越吵越大 越吵越大 截至今天为止 胖猫事件的热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近50人死亡 中国建国后 罕见的特大交通事故 没大高速线踏事件的热度 无人再去关注 从流量上看 无人关注 没大高速 踏险事件 所有的注意力 全部都聚集到了 泡猫上面 听得明白了吗 那一定是有组织的 宋东力都有组织的 后面的都是有组织的 你们不想想 哪有这么快的 5月2号 5月3号出的事 3号当天 当地的 叫市场观点部分 就工商局 就发表声明 什么处理 就是一切 这是有组织 有计划的 因为我讲到这了 大家还不明白吗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有人问我做自媒体 我跟大家有没有讲过 现在有没有自流量 能瞬间起来 全国知道的媒体 背后没有大的团队 进行操盘 进行相关努力 根据媒体的规则 有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能够火爆的 你们见没见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一次交通事故 就能死亡将近50人 实属罕见 所有的内部情况 无人知晓 在本次事故中 截止到今天 这么大的事故 你们有没有人看到 官方发布过的任何 官方发布的 现场的清晰的照片跟视频 有没有看到过 任何官方发布过 现场救助的照片 视频和相关资料 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受伤人数 这是很恐怖的事件 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人死亡 有没有任何官方或底下的人说过 所有在本次事故中 能够涉及到查明各种真相的 相关线索的证据 目前都已经被掩埋跟销毁 这个事儿没人说得清 而且这个事故至今 没有任何受害人的家属 在线上线下发表过任何的声明或声音 至于为什么这个事故发生了一天零三个半小时后 一天零三个半小时后 官方才确认共计23辆车出事 因为23辆车出事23辆车的这个信息 是一天零三个半小时以后官方确认的 没有任何解释 而整条煤大高速全长才60公里 一小时60公里的车一小时就开过去了 所有这条高速进出口都有清晰的车辆影像记录和数字记录 如果中共官方想查清楚这个事儿 按照现在中共体系 一个小时足够 一天零三个半小时 一天零三个半小时 到底多少车出事 到底死了多少人 到底什么情况 没人知道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死伤人的家属发任何话 里面有多少不可告人的信息 不清楚 但是一旦这种事情一出现 你们好好想想 立刻北极年鱼 张和子 胖猫等等 永远会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 合适的人就跳出来 4月11号就跳河的胖猫 去世的胖猫 4月11号 4月初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胖猫 在5月初突然间闪亮的出现在了所有公众的眼前 所有的公众 她姐姐按照如果 就胖猫原来那个女孩说的是 她姐姐已经在4月份通过公安系统的调解签署了协议 而且协议中声明双方不再对这个事追究 也不再进行任何的公开报告说 公安做的 这怎么就会在5月初合适的时间又重新来一遍 解决完的事又从头到尾在网络上吵一遍 而且在互联网这么成熟的条件 一下子就成为所有的热点 你们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每一天有多少这种类似的事 实名举报官员的自杀的爆炸的死人的那么多都没有热点 你没有知道湖南隋州上百群众集体上路拦车不让车走 上百人大量的武警什么全去了都没有成为热点 一个因为谈恋爱跳河的男孩 不仅成了热点 而且全是从中国上亿上十亿人的这种热点 得到了全中国千万上亿人的哀悼 就我说真他妈是个奇闻 在我这真他妈是个奇闻 听得明白了吗 就是这种东西再说互联网根本不可能火 能火到这种程度 背后的推手一定是超级强大的推手 告知大家而且统一都什么报都到什么程度 所以在这个火爆的胖猫事件面前 几乎其他所有的事都没人记得了 对也没有人去探究上月四月底之前沈阳刚死的人 没有人啊杀伤那么多人 那个人到底都有多少人死多少人伤 那个人的背景原因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了 所有重要的事情都不聊了都不聊了 对没有现在没有不聊了 中共干这个事我讲到这你们只要不傻逼的人 别生气啊我说的话难听啊别生气的 是不是全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不是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啊 医院23个人讲了 刚才我已经讲了开篇就讲了在医院 啊死伤23人 这是三小时前公告的信息 逢人就捅 逢人就捅 死伤23人 就是没啥 啊大家已经都明白啥了 我跟大家分析这么清楚 因为这些事情的证据摆在这面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举一反才融会换通 我也是这么看事的 我不听他们忽悠 你别给我讲这个屁事 第一个胖猫这种类型的事 搞到全中国这么火爆就不可能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就不可能 他背后一定有极强大的推手 那为什么推这个事 那他的目的分析一下 啊太容易找出来了 时间点的契合度太高了 你别他妈给我整5月2号再蹦出来这个事 你哪怕其他的时间点我都不说你什么 这边的5月2号发布会之后 36个小时 一天半5月2号发布会开完之后 这个事就了了 同步的发布会胖猫就出现了 然后再也没人交代一句 没大高速的事 全是胖猫了 那他妈你没大的人得干活啊 你再看没大所有事全是什么 表彰表彰啊 基金会捐赠捐赠啊 就他妈没了 这事就过去了 好吧 所以大家自己分析就完了 自己分析就完了 至于 现在有人跟我讲胖猫 我讲清楚了吗 背后是讲清楚了吗 所以其他的没了 好吧 今天这么着 又下笔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